這個題目的前半部我們已經完成了 剛才我們完成到這邊計算完畢以後 接著我們要做它最後面的一個要求就是Menu Menu這個部分只需要一點點大概只 所以我們剛才已經完成了應該80%剩下一小部分 所以我們繼續來做 那Menu它定義一個按鈕 叫重設 所以按鈕部分我們不需要處理的 我們只需要按下Menu的時候幫我們產生一個 那這個重設當觸發的時候幫我們清空輸入的值還有結果 也就是按下這個 按下這個Menu鍵的時候它出現Menu 這邊是因為黑色的看不到 按下Menu鍵它設定重設 這邊是沒有 這邊按下重設 然後按下重設鍵以後清除完這兩個 這個值還有計算的結果 那這個 因此它已經有一個按鈕了 叫做Reset 那我們看主層次 主層次的部分它已經幫我們產生了一些了 它使用的是Menu Inflate Inflate 它的英文是因額 或者是它是一個膨脹 那這是膨脹的方式 是建立Menu的一個方式 它已經幫我們寫好了去Get的膨脹 因為Menu其實按鈕如果好幾個的話 它每一個外型都一樣 所以它透過這個方式會減少建構的時間 還有使用的資源 那我們要建構的時候呼叫這Inflate 然後用Inflate 這個Inflate的實體 我們直接呼叫它一個函數 叫做Inflate 這邊要給一個 這邊是Menu 然後這個是Menu傳進來的參數 所以這邊我們要宣告是R.Menu R.Menu 剛才我們定義的那個Menu 好 這樣子我們 這一個 就 OK了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 我們弄起來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Menu這邊按下去 去重設 重設現在不會有任何動作 因為我們還沒有寫 那要寫的是寫它這個函數 那Get的ID完了以後 Switch GetID 那我們要去抓它是哪一個按鈕 所以我們Case Case 然後 R.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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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的那個 R.Menu 點 我們剛才R.ID 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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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我們的Menu Menu Menu這一個 所以Case這一個的時候 我們就做這件事 估教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它寫得不好 基本上這應該是小寫 我們把它改一下 然後直接呼叫它這個函數 那這邊有點亂 所以我們重排一下 Command Shift F 讓它幫我們重排一下 所以這個函數 就是會幫我們做reset這個4 那reset這個4 我們要reset哪一個東西呢 reset這兩個變數 一個是這一個 一個是 一個是 一個是這一個 這兩個要把它清空 但是這兩個 這個是區域變數 這個也是區域變數 那它怎麼清空區域變數 沒辦法 所以我們要提升這個變數的等級 所以我們把它 用前面我們講過的 從 先把它刪掉 我們先把它變沒有 變沒有以後 這邊它 點下去 我們把它變成Fear的 它就宣告在上面 好 宣告在這裡 那故事 顧 故技重施 所以我們這邊一樣刪掉 我們一樣讓它變成Fear的 好 那這樣它就宣告在這上面 宣告在上面以後 那它就變成平行單位了 所以它可以處理到它的Fear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呼叫 嗯 一個叫Input Value Input Value Input Value 嗯 我們去Set Text 好 那它又跑掉了 所以找不到 所以我們 這個Test 我們把它清空 那第二個 叫做 Result Set Test 好 那好了 這樣就清空了 這樣就清空了 那我們做最後一次之行 檢驗一下 好 前面的190 嗯 轉換公尺 轉換音尺 這沒問題 然後清空 Menu鍵 Reset 好 那這樣子 我們就完成這一題了 好 好 感谢观看